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散漫悲剧的暖阳 小明天是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小明天是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龙叔说过 修行此无量心时 你一定要立观 以便面对愤怒和仇恨 当我们希望 释放众生欢喜时 此的意愿也油然而生 这股想要去爱的渴望 侵入了我们的受想形式 在身口意中流露出来 自此以后 心色不想应行法 即使既不属于心理 也不属于身体的 世间有违法 都会与词相应 也因此可以被称为词 因为词是其根源 这些行色不相应行法 在如今充淫着词的意志指挥下 决定我们未来的行为 意志是驱动我们一言一行的能量 悲喜舍的运生也是如此 正念是让我们 地观色受想形式的能量 进而看清楚真正的需要 不置沉默于苦海中 最终 我们的心念意志将充盈着爱 由那刻起 我们的行动也都会流露出爱 修行的目的 不只是要在心中燃起四五量心 也要在言行中把四五量心带到世界 亲近道论的作者佛音论师告诉我们说 当禅观开始结果时 我们将会在身上看到磁心的讯息 一 一 睡得更放松 二 不受梦骚扰 三 醒的时候感到更轻松 四 不疑不欲 五 被周照的人物保护者 在《增至不经》中 佛陀提到修行词观的十一种好处 佛陀在讲经说法时 会同时讲修行词观的好处 以及不休的坏处 目的 目的是为了要鼓励人们修行 一 修行者好眠 二 醒来时感到心静光明舒坦 三 不受梦骚扰 四 广受喜爱 与众人相处时轻松自在 其他人尤其孩童 特别喜欢与之亲近 亲爱非人类众生 例如鸟 鱼 象 松鼠 可见或不可见的生命 都喜欢与之亲近 六 受诸神护佑 七 不受火毒刀剑伤害 更不需特别防范 八 很容易就可达到禅观境界 九 容貌光明清净 十 过世时 心轻念名 十一 往生犯天 往生犯天继续修行 往生犯天继续修行 因为在此已有修行 四无量心的生且了 佛陀佛 佛陀在《如是语经》中说 若是把在世间所做的善行集合在一起 其功德也还不如修行辞观 设禅修中心 造佛像中 或做社会服务 其功德 都不及修行辞观的十六分之一 即天上繁星之光 仍不如月光的皎洁 同样的 修行辞观 会比所有善行 结合在一起 还有益 佛陀说 就算僧侣只修行一坛指时间的辞观 就不枉出家了 他不会在指禅上失败 他将能实现老师的叫法 供养他的食物 不会被浪费掉 没有什么善行 是比日日修行辞观 来得大的 以下的词观引致清净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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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愿他们的身心 和谐快乐情踪 四 愿我安全 不受伤害 五 愿他安全 不受伤害 六 愿他们安全 不受伤害 不受伤害 六 愿他们安全 七 愿我了脱愤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八 愿他了脱愤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九 愿他们了脱 多愿怒 痛苦 恐惧 焦躁 修行辞观 从自己开始 在能够爱自己 照顾自己之前 我们对别人帮助不到 然后 才在别人身上修行 先从我们喜欢的人开始 之后 是无利害关系的人 再来 是我们爱的人 最后 是那些 一想起来 就使我们痛苦的人 佛陀观察到 世界上苦难最多的人 是那些 有许多错误 想运的人 而我们 大部分的想运 都不正确 佛教说 世运 恍若有着千万般种子的田野 有慈悲喜舍的种子 有愤怒恐惧不安的种子 也有正念的种子 想要生活在和谐中 想要生活在和谐中 就要知觉我们的倾向 这样 我们才有办法 做到自我控制 应用清静道论来修行词观 首先要平衡地做着 让肉体和呼吸都平静下来 然后念叨 愿我的身心和谐快乐轻松 愿我安详不受伤害 愿我了脱愤怒痛苦恐惧焦躁 坐姿 是修行词观的美妙姿 平平稳稳地坐着 不被其他杂事扰乱 让我们可以好好地听真正的自己 耕耘对自己的爱 决定怎么对世界表达 这份爱的最好办法 修行起 愿我的渴望 然后超越这丝渴望 地观禅修对象的所有好坏 在这里 这地观的对象 就是我们自己 想要去爱的意愿 这还不是爱 修行词观 不是自言自语 不是只在那边念着 我爱我自己 我爱所有的众生 我爱所有的众生 爱的渴望 就会变成一股 深厚意愿 爱会渗入我们的思想 语言行为 我们的身心都变得和谐 快乐 会安全度过一切伤害 了多愤怒 烦恼 恐惧 焦躁 爱就是要接受真正的自己 认识 认识自己 是修行爱的第一步骤 修行识 要观察 在心中已有多少和谐 快乐 轻松 要注意 你是不是在为意外 或不幸感到焦躁 以及有多少愤怒 不安 恐惧 焦躁 烦恼 在你心中 徘徊不去 觉知到心中这些感觉 自我理解便会加深 你的恐惧与不和谐 如何使你不快乐 你也会明白到 爱自己和耕耘慈悲心的价值 不要再活在害怕意外的恐惧中 而要观察 你是怎样无时无刻地伤害自己 并且采取适当行动 把灾害减少到最低点 佛陀说过 一旦明白 在这世界上 与我们最亲近 最珍惜我们的人 就是自己时 我们就不会再以对待仇家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了 活在正面中 是防止意外 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活在正面中 或他人的意愿 愤怒会伤害所有的人 连自己 也不能幸免 若是愤怒满怀 和谐与快乐 并会如黄鹤 不见踪影 中心 各位菩萨阿彌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点在上面 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 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像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应供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善法 愿我生生世世 往心里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盛世世世 愿我还不忘後世 你千万秀 ну 中文字幕——YK 大家好,我是苏嘉宾医师 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 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会进行居家隔离 所有从国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检疫 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游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2.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3.建议有独立空间,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 4.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触碰眼口鼻 若有公共设备,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3次 最后再次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跑跑道 一旦乱跑,我单会收到告警简讯 最高还会被罚款100万元哦 4.隔离检疫苗 这边是属于医疗区,就是只要各个区块 如果有生病的,就会把它移到这边来 特别照顾,那会跟他们加营养 这里是屏东盐浦复生果园 本来隶属于中华附生协会 后来因为流浪果越收容越来越多 所以奉海涛师傅指示 成立台湾救果协会 园区本来是很拥挤狭窄 后来奉战远师傅指示 中间的蓝色全部打掉 蓝色两边上面的柄旁 全部拆除以后,两边打通成一间 让狗狗有更多,更大 而且更宽阔更明亮的空间 这样以后狗狗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刚进来的狗有一些是非常害羞 或者非常凶的 像凶的狗一定要先关起来 先关起来喂养一阵子 用爱心把它喂养 到最后差不多一个月以后 它们都会变成很幸福 而且很乖,很乖巧 如果说是害羞的一直躲 一直躲到床底下 或者那些也是要把它另外关起来 不然它们是食物是吃不到的 所以要另外关起来,另外照顾 让它们如果慢慢习惯反进以后 也是一样会放出来 我们现在园区也有650只狗分为四区 而且每一区都有一位职工照顾 如果说有狗狗生病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都有特约搜医师 特约搜医师会过来 叫我们怎么处理 或者他自己处理 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就直接送狗医院 狗的灵性非常高 本性是善良及贴心的 你只要对它好 它都会把你当作自己的主人 所以爱心照顾它们 它们会感受到 也会到回馈给你的 狗最主人是非常忠心的 有一句话说 它是你世界的一部分 而你却是它的全世界 希望大家在想要养狗时 农用领养代替购买 而且论养时不要弃养它们 让台湾人与狗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